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有一个双胞胎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 除了在生病的时候 有一套备用的器官 作为双胞胎 我们化妆的时候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 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你们永远都不会看到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那那个人化了也白化 其实不只是我们两个 所有女生现在都在面对一种隐形的外貌压力 对女生来说 很多甲方都是在暗中施压的 比如化妆品广告会对女生说 你本来就很美 但是剃须刀广告就不会对男生说 你本来就很光滑 还有在工作场合 大家会要求女生在工作场合 化一套正式的妆 但是没有人会要求男生在工作场合 练出六块正式的腹肌 而且我们虽然要化妆 但是妆一定要淡 不能让人看出来 我就是要让你觉得 我没化妆啊 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副 需要卸妆的样子 所以我们女生 不仅要掩饰自己的瑕疵 还要掩饰自己的掩饰 但是男生就不用掩饰自己的掩饰 比如巨石强层 他就不用说 没有没有 我就随便练一练 这也不是什么公爱图机 这就是俩肿瘤 不便宜 因为ates pró're 我现在找到你 没有 幸好 掩饰自己的 estud需要